似乎炒味就应该是最浓的那种 就是油柱行 油柱行很明显是已经取代了招商银行的位置 你见到那个肚子是有权做破顶 我想因为一个说法 就是油柱行持住内房的债是相对比较少 所以大家就不太害怕它的坏账 二来它还是便宜的 如果你说用个书去计 人仔也有7.4% 你相对于招行去计为 我这个炒作的条件高很多先 起码是一倍以下 所以变成那些钱就融入了去炒 还有之前李陆入股了的 油柱行买了的时候 似乎那一下都令到大家会关注多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喜欢买内银的 是用来买的收息的就用四大国有 就喜欢计算息率做入场的价位去部署 如果你说我想炒的 薄价升的 我想大家放弃这3.6% 走去炒就是这6.6%比较好 是 以你刚才的说法就是 其实内银股未来的前景 你还是觉得可以的 可不可以这样解读呢? 我又觉得中性 因为内银股 说真的业势不好 和股价走走走就是两样东西 你业势不会差得去哪 你近年的内银股 都是上落10% 或者好一点的双位数 只要股价的 它永远可能可以跟着政策去走 所以我觉得不要想 尤其四大国有 你不要想去赚价 你很好地舒舒服 趁它跌下来 买来收息 坐一年半载 转头又会走回给你的 我觉得你用这样的心态去买 就比较好一点 炒作记住 炒回这6.6%就最好 好啊 炒转头 安啊 黑子 糖